在Brisbane買屋,我們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房子是不是一個水浸的地區 在哪裡可以檢查到,在Brisbane有哪些水浸區 如果房子是被水浸過,會怎樣呢? 保險公司會不會陪呢? 想知道這些資訊的朋友,記得不要錯過我這集的影片 我是在Brisbane的Bias Region 我會跟大家分享在Brisbane買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和買屋資訊 喜歡我影片分享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留言支持我 如果你有買屋的題目想我和你分享,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其實布里斯本河出現氾濫並不是第一次 在過往出現紅咀氾濫都有歷史記錄 在遠一點時期,例如1893年、1931年、1974年 以及最近兩次比較多人注意的是2011年和剛剛發生的2022年 而每一次發生水災都帶來非常嚴重的破壞 在2022年2月底,這裡持續下雨,多達2個星期 在短短的3天內,降雨量已經等於全年雨量的8成 布里斯本河當時最高的水位是3.85米 有數百條道路要關閉 大部份地區的貨車、巴士、 渡輪都要停泉 而其他主要的高速公路都被洪水截斷 水災的出現是由於連續多天的暴雨 河流的水不能夠承受太多的降雨量 簡單來說就是雨水落得太多太快 而且布里斯本算是一個平原地區 整個布里斯本河是貫穿在都市之間 疏通不夠快就會形成很多地區都出現水浸的現象 當然這些是什麼原因導致 是不是因為極端氣候呢 就要留給專家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對於我們這些買樓人時 就要特別小心不要買到一些水浸區的房子 因為當有洪水浸過的房子 其實是很難去清潔 而且亦會很容易出現毛困 影響人體呼吸道的健康 而且因為洪水裡面會帶有污泥 基本上如果是浸過的地支都一定要重新換過 而長身被洪水浸過的話 亦都不可以就這樣抹乾淨就算 因為污泥的積是不可能就這樣抹乾淨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重新再換過的 在換的過程中 亦都要看看房子的支架 會不會因為潮濕的情況出現 而導致裡面也會有毛困 所以如果房子之前有水浸紀錄的話 我們都盡量可免則免 現在我們可以來看看 Brisbane City Council 在網上也有提供浴露的資訊 最近也有更新了 在2011和2022年的水浸紀錄 如果我們看看地圖 你看到沿著這個布里斯本河 其實近住在Brisbane的市中心 例如在這些地方 Milton West End West End East Brisbane Tewon Taringa Taringa Indopilly 這些地方都受到影響 相對於前一尾 好像對上2020年浸在較嚴重的地方 例如Rockley Oxley Milton Fairfield 還有Sharewood Charmine 其實在2022年都會浸在較嚴重 沿著這個地圖看整個布里斯本河 不是近市中心的地區 例如San Lucia,大學區,再落少少部份 Yuranga,甚至Jinderli 也有出現水浸 你會心想什麼都不用買 很多時候買房子都會去查查 物業的地址 看看之前有沒有水浸的記錄 而Brisbane的水浸有分開是 Creek Flooding 即是河流分支溪間造成的水浸 這些情況的出現通常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落很大雨 尤其是夏天季節 在附近溪間就會出現Creek Flooding 而另一種我們經常都會聽的就是River Flooding 其實就是在布里斯本河裡 水超過河流可以容納的流量 河床淨受不了太多雨水 就湧出了 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都是持續下雨 下了很長時間 沿著Brisbane市中心 很多地方水疏通不到 就會出現這個水浸的情況 很多時候River Flooding 通常下了很大雨 在夏天季節的時候就會出現 另一種是Overland Flow Flooding 這個也是通常在夏天季節的時候發生 有雷暴下大雨 在附近的地方 的帶度某場水疏通的平衡 緩著因爲2天的附近 附近地圈這些側撞進律 difer exclus了 STORM fore� 這個會比較出現在近岸的地區 尤其是潮漲時水位高於水平線 淺到沿岸的位置會造成一個水浸的現象 我們現在來看看Brisbane City Council這個網站 很多時候打個地址會看到不同的深藍色或淺藍色的明顯 我剛剛打的地址是42號Turner Avenue在Fairfield 這個就是物業的地址 這裡顯示沿岸的水浸是中間的可能性 很多時候有些人會根據這樣 當然我們會盡量避免選擇有明顯的地區 例如你看到這些沒有一個危險 而在一些淺藍色或深藍色的部分 其實它有這個可能性 很多時候我們會深入看看這個報告 例如我們剛才按進去42號Turner Avenue在Fairfield 你看到這裡怎樣去看這個報告呢 這個虛線的意思是這個物業的地址 就是這個位置你可以走進去這間屋 你看到它是6.4米的 而這個綠色這個格的部分 就是海平面以上最低的地址 它的地址是5.2米和8.3米之間 而你也看到它也有顯示出來 就是2022年1月 當時水浸的程度是去到6.6米的 而這間屋的地址是6.4米的 所以2022年是浸了一點 就是大概20cm左右 而2011年其實它也應該浸得很嚴重 因為它是去到7.8米的 7.8米現在是6.4米 其實當時水浸是去到1.4米 而這個啡色格的1% 就是代表你在八年一遇的洪水裡 這個可以指任何的一年 它的洪水水位最高是去到8.3米的 而這個%會出現去到8.3米的情況 會有機會影響到75-100%以上的地址 如果它去到這個位置 那肯定全部都會受影響 另外我們又再看看另一個物業 這個物業 這個就是23Jocelyn Street 在2won 這裏你也看到它有一個淡藍色的灰色部分 你在這裏看到它寫著河流浪是低的可能性 我們在裏看到它寫著河流浪是低的地方 看一看吧 可以看到這間物業的高層層層層層是11.3米 而這個地址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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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是8.9至14.5 2011年1月的紀錄水浸是7米 但這個物業是11.3米的位置 所以如果看完這裡 這個百年一月的紀錄水位是7.4米 所以如果再看下面這個圖 會出現的1%也影響不到房屋 所以在買房屋之前 通常會檢查有多大機會出現水浸 可以看到一個詳細報告 根據2011年或2022年出現的水浸紀錄 看看會有多大機會出現水浸 有時候會想 為什麼有些人靈之交也會有水浸 又或者有機會將來會有水浸 但他們都會買的呢 因為很多人都有水浸 其實仍然會有人在裡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另外這個物業作為例子 它是在14號Oxley Road 在Charmar這個地方 首先Charmar這個區域算是一個富人區 在裡面會看到不少高檔的住宅 因為這個區域 其實如果你看看地圖 Charmar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沿著布里斯本河 它是一個河流的彎位突出的部分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真的叫河床的水位容量 是湧出來 太高 其實很容易都會浸到這些位置 在這裡Charmar的房子 其實它很多時候都會 因為沿著布里斯本河 可以欣賞到很多河景 在這一區的樓價的中禮數是大概1.5M 如果這個區域有很多大型的房子 就會去到2至3M 整個區的環境其實是挺清幽的 而且你也會看到很多維多利亞式 或者是一些古典優雅風格的建築 這個物業的地址上面 其實你會看到它之前的記錄 2011年11月的時候 這個買家其實它用一個很低的價錢 你看到2011年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 它很明顯是積極的價錢 就是我們1月的時候 有出現過一個大的水針 如果你看回它的舊一點的照片 這個是2007年的時候 你看到其實它的房子是低一點的 你看到2011年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 它很明顯是將房子抬高了 所以你再看回它2011年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買入$47.5M 到2022年4月 它的記錄已經到$113.3萬 如果你這樣看其實它的升幅也算是挺高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不介意去買一些可能有水浸過的區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會出現水浸的區 你看到都是沿著市中心或者沿著布里斯班濤 在這些地區好像之前都有看到 它可能都是在一些好的校網區 大部分近住市中心都是一些高收入或者高水平的人會居住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就猶準一些可能有出現過水浸的房子 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買入 然後它自己再進行一些翻新的工程 因為很多時候你買入這些區域 其實你也是看準了它將來增值潛力就會高一點 如果真的要買這些房子的時候 當然也會考慮到你本身對於這間房子做一個翻新工程熟不熟 會不會像這間房子的例子 他買回來其實就是知道之前都有機會水浸過 所以他就決定抬起房子 抬高了房子 他就減低了有可能出現水浸造成的破壞或者財物的損失 買這些房子的風險真的很高 所以如果你對於翻新和修緝要很有經驗 你才會去考慮 但如果我作為平衡的話 一般我都會建議盡量去買到之前有出現過水浸的房子 另外一點就是要注意在這些水浸區裏面的保險費 因為這個房子的房子都會相對地高 所以在買之前最好就是檢查保險費 因為每一間保險公司的保險公司都會有不同 大部份的保險公司都會加在保險公司的保險公司 所以你每年要交的保險公司真的會高一點 但是有些保險公司可以讓你剪除 所以如果是會有這個危險的朋友 當然你也要考慮保險費這一點 所以今集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買水浸屋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又或者你要避免不想買水浸屋 那你就要檢查清楚 而且也懂得如何去看水浸的報告 那你就會比較得心應手 尤其是如果你出出提供的時候 今集我就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分享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